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首度邀請國際非營利組織 非洲兒童關懷中心 到美國及加拿大 做城市巡迴公演 19名來自非洲的孤兒 在台灣法師所創立的 關懷中心當中 遠離街頭暴力 學習功夫 佛法 以及中華文化 這群來自非洲馬拉威的孩子 唱頌的是中國傳統的 啟蒙教材之一 弟子龜 教導他們中國老祖先 留下來為人處事的道理 雖然他們每個都是孤兒 但說了一口好中文 而且還代表其他的非洲孤兒們 帶來重要的訊息 因為就是一些人 就是有艾滋 艾滋病 那就是 很多人就是很早就死 這樣子 父母就是一個孩子就留 他沒辦法自己生活下去 都是小朋友 一些小朋友沒有機會讀書 或者是房子可以住 沒有爸媽的孩子 原本在街頭徘徊 和暴力 骯髒的環境 以及貧病為伍 成天沒有目標 還好1992年 台灣的惠禮法師 前往非洲看見孤兒的需要 創立了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設立多處孤兒院 他也成了三千多個孤兒口中的 和尚爸爸 ACC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 其實就是一個孤兒院 專門在收養孤兒 那麼他們已經沒有爸爸媽媽 沒有媽媽 沒有家庭 可以說平平交迫 流露荒野 決然益生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透過收養的一個過程 給他們教育的機會 在這個教育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發覺只要給他機會 給他教育每一個人 都是人才 都是寶貝 這些非洲孤兒們 在中國僑務委員會的邀請下 首度來到美國表演 演出也是要感謝各位主演爸爸們 為你們的愛我們 才會今天在這邊 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 雖然很小 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 國際上的救援 是從來不厚人的 在關懷中心他們學功夫 學數學 有的孩子希望成為電腦工程師 賺大錢後再去幫助其他的孩子 這次他們將在全球7個國家 23個城市表演 在南加州將於聖蓋博 環球影城 爾灣還有迪士尼 呈現他們所學的成果 有功夫 有國台語民謠 還有非洲舞蹈 有興趣的民眾可以上售票網站查詢 我們在旁邊